講車企,香港那邊也講一下,就是175 有人想問,Sara 她就說去吉利亞有一手,28元入的 她說現在想再混一手 想問一下你的意見好不好? 我應該剛才也是可以表現下去的意見 不要搞了 因為始終,就是之前就是分析 現在呢,就是講講過去年多前的分析 跟現在呢,現在是現實就開始反映出來 不是說之後可能吉利不會升 但是我會覺得當吉利升的話 可能,可能另外你寧願中資另外那三隻EV 可能升得更好 是的,或者甚至可能你轉回兵雅迪 那我想講一個就是,記住傳統車企 轉型呢,應該是今年開始會痛的 因為其實傳統車企 原本其實他們的毛利率不是高 那還要他們轉型要投放很多出來 那變成其實他們那個借貸成本 cash flow會影響很大 大家要去想一下就是 其實融資的市場 其實那個成本事實上是高了 大家看到那個利率 就是你不要只講內地 因為始終很多這些車企 在外,就是offshore 海外市場都融資很多的嘛 那這個融資成本升了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對於這些傳統車企的轉型呢 是真的拖著後腿的 就是我知道痛的 就是二百萬元資源下去會不會反彈 如果你是很怕痛的 那我就覺得那你不夠勇 就不要完全清瘡 就是怕反彈,反彈都會痛的嘛 那但是我會覺得應該要去調節一下自己 可能在這個行業上面的考慮因素 始終EV才是一個新的世代 那也有人想問比亞迪的 chartroom當然有貨的了 他說二百二十五元有兩手 應該繼續拿著比亞迪 還是索性換馬好 始終香港當中呢 其實都說比亞迪是最好的那隻 就是因為它的一體化 你論上的供應鏈應該最小影響的 那還有補充一點 就是其實你現在選擇中資的新能源車概念那些 其實可以當有少少炒歐洲那邊 會不會那個地緣政局的氣氛有慢慢變好的 因為其實之前撒下來 其中都是有這些因素 那我會這樣看的 比亞迪始終是其中一個建築物 所以其實如果那些錢來香港去找回的時候 他會是首選的 那雖然你說未來都回來了 那但是我覺得始終大值是這個 還有這段時間他是有股神的加持 就是大家會看到巴棍升這麼多 那就是我們自己 巴棍都幫我們的倉位都幫了一些 那還有始終現在大家 看到巴棍這麼厲害 就有少少像兩年前乾媽那樣 就是大家就開始整天數著 巴棍買什麼跟他買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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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會這樣去想 那 暫時你看到巴棍的勢還可以 你就當他有加持 是的 那這樣說 短線呢 其實他現在挑戰著下降軌的 嗯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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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бо 松